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 小主播 看天下 小主播 狗狗知识大考验 快问快答 请准备 对的 请笔圈 错的 请笔 第一题 请问狗狗的变色能力很好 对不对 答对的 没错 狗狗的变色能力 分辨颜色的能力 其实是不好的 第二题 请问狗狗的动态 还有晚上的夜视能力很好 对不对 对 叮咚叮咚 答对了 其实狗狗呢 它可以看到东西在移动的 它的那个灵敏度是非常好 而且它晚上的视线 也比人类还要好 第三题 请准备 请问狗狗的嗅觉 跟听觉很厉害 对不对 全 叮咚叮咚 答对了 狗狗的嗅觉跟听觉 都非常的灵敏 不管小朋友 你们跟我们的小主播们 有没有一样通通答对 今天我们对狗狗的知识 也提升了不少吧 而且还有一群人 他们可是利用了狗狗的这些天赋 把他们训练成搜救犬 或者是弃毒犬 所以训练的这些人也很重要 当然了 对啊 所以我这次就到了台北市 搜救队的搜救犬训练基地 去拜访的一犬猿 所以你们想要了解 灵犬猿是怎么样 把那些狗狗变成狗中英雄的吗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对于穿出在灾难现场的搜救犬 大家一定都有印象 但训练搜救犬的人是谁 你知道吗 如果没有这群人 就没有训练合格的搜救犬 这些幕后英雄就是灵犬猿 每一支搜救犬 都经过灵犬猿严谨的训练 想知道灵犬猿怎么训练搜救犬吗 快跟着我一起去了解 你好我是张士堂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到 这个搜救犬的训练基地 最主要呢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呢 就是要了解搜救犬是如何训练的 还有他们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有灵犬猿的训练才会有搜救犬 那灵犬猿通常是要做什么事情 灵犬猿最主要的工作就是 一方面是要豢养搜救犬 然后第二个就是要训练他们 第三个呢 我们也是搜救队的成员之一 然后我们也会参与 就是国内或国外的救灾工作 一只狗它要变成一只搜救犬 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 第一个就是它有非常强 适应环境能力 第二个呢 是要它有非常高的工作欲望 工作动能 第三呢 它要对人非常的亲和 才能成为搜救犬 我对你们的职业越来越好奇 我们可以赶快开始吗 好啊 那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 好 OK 走 好 来 请教开始 请那个红领 等一下 宣导一下昨天的供应 请教的全名叫做请前教育 这可是搜救队 每天上班做的第一件事哦 用意在于提醒同仁 每日工作 以及任务执行的注意事项 也能将政策确实不达 和推动给大家知道 但结束请教后要注意什么呢 跟着金龙叔叔就知道啦 耶 我结束终于看到狗狗的大明星 EVA了 我今天是最新主 耶 结束叔叔 EVA是什么时候加入你们搜救队的啊 它原本是海关戚毒犬的实习生 实习过程中可能工作表现没有那么理想 于是它就先暂时先退下来 但是我们不适合的狗呢 我们会再去筛选一次看哪一些狗 适合当搜救犬 于是EVA就被我们挑来当搜救犬 哇 EVA那么厉害还不能当企图犬 狗狗它的个性跟能力不一样 不见得每个狗狗都适合当搜救犬或企图犬 那EVA一开始就那么厉害了吗 它刚来的时候27公斤 27公斤 然后很胖 然后体力又不好 体力啊 或是它太胖这种事情 都可以后天去训练 真正重要的就是 它的适应环境能力跟工作能力 还有对人的进和度 它是一个搜救犬最重要的事情 江叔叔 那在训练的时候会发现 其实这一只狗不太适合当搜救犬 其实我们很常发生这种事情 当搜救犬如果 它虽然说能力很强 然后适应环境能力也很好 但是训练期间 其实可能会发生其他的问题 或是它身体状况不适合 像我们又曾经就是 有一只狗狗 它在之前就已经受过伤了 然后进来的时候 等到它很强烈的训练之后 才发现它的身体上有问题 四只脚钝 两只脚劲 蛤 对 或是有一些狗刚进来的时候 比如说它 它虽然说能力很强 但是它的髋关节不好 也有可能是心理因素 也有可能是身体因素 然后被我们淘汰的公公也有很多 叔叔 那你一开始 为什么会踏入灵犬员这个工作 你又做了多久 我已经做了将近快二十年了 我从民国八十九年开始当灵犬员 九二一地震之后 我就加入搜救队 训练回来之后 他们又需要训练搜救权 我又报名参加 训练搜救权的这个 训练 这样子 我本身也很喜欢狗狗 然后刚好这也是符合我的兴趣 于是我就这样子 但是一路下来就是一直做到了现在 叔叔 那你训练EVA多久了 EVA她两岁的时候来到我们的队上 目前她已经快要六岁了 所以四年了 快将近四年了 对 她下四年了 然后她再过两年就要退休了 我们台北市有规定说 七岁就要退休 最多延长到八岁 所以大概她两岁到八岁 就是她目前的工作年龄 难怪EVA会那么听叔叔的话 因为训练很久 对啊 一方面她也是一只很优秀的狗狗 叔叔 我可不可以也试着训练EVA 可以啊 可是很辛苦哦 就是训练搜救权 不管是大太阳 或是下雨天 花风 下雨的天气都要训练 你可以承受得住吗 一定可以的 训练大明星我一定是求之不得 我们一起去吧 好 走 选在某个雨天 我来参与训练 体验不管什么天气 都不中断练习的恒星和毅力 雨这么大 EVA还是奋力地跑在雨中受训 而金龙叔叔也陪着雷雨 控犬员与搜救权的辛苦 在这些过程中 真的能逐渐停会感受到 叔叔 为什么要在雨中做训练啊 其实我们也不能控制天气 可是相对来说 我们到灾区的时候也是同样的状况 我们不能控制当时的灾区是雨天 大热天 还是刮风下雨 所以我们任何的情况都要训练 所以我才说 收救权也需要非常强的示意能力 叔叔那狗狗受得了吗 这种天气 其实狗狗有可能会受不了 但是我们一直观察狗狗的状况 注意他的身体状况也是我们控犬员的责任 跟人一样他们也会生病 其实我们也会担心 所以当他下雨天的时候 我们可能回去的时候要赶快把它擦干 以防他私等 叔叔那我们也要带狗狗去避雨吗 对啊 我觉得他好像也在那边待太久了 我们一起带他去避雨吧 走 走 以防 金龙叔叔说 出大太阳的时候可能会很热 但无论如何 都还是会按照排店的功课出情 好险为了顾及受热犬的体力专注力 会采取少量多餐的训练 一次只练习一小段时间 让Eva和金龙叔叔也能休息一下 才不会被晒晕了 我们已经看过Eva晴天的训练 跟雨天的训练 那我们现在要从哪里开始训练他 我可以教你一些服从的口令 好啊 可以 来控制Eva 那会不会变成我被他控制啊 有可能喔 但是我会给你一个秘密武器 什么秘密武器 就是他们的薪水 薪水 就是食物 啊 叔叔你有说过 要爱吃爱玩才能成为收入犬吗 对 有他的话 不行吗 蛮好吃的 有食物的话就可以慢慢引导他 引导他之后他就做出你想要的动作 首先呢 我先教你两个指令 嗯 第一个是heel heel heel就是让他跟在你旁边的仪式 你讲heel heel heel 对 很好很好 做得很好 接下来他会一直待在你旁边的 嗯 然后就开始行走 直走 往三角追走 然后不要 不要觉得很便宜 就走你的路就好了 对对对 诶诶诶 正常走就好了 h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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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他走得很好 就为他吃东西 不错不错 对 因为他就是 食物的欲望很强 玩具欲望很强 然后他就很愿意为了这些东西来为你服务 OK 诶诶诶 诶诶诶 诶诶 诶诶 h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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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不需要动 不需要动 对你就不用动 完全是他 完全是他 他要想办法取得你的职务 所以你在需求他的时候 反而会让他觉得 诶诶好奇怪 你的动作很奇怪 嗯 对对对 我刚刚真的觉得换他在训练我 欣诵叔叔 为什么Eva每完成一个指令 你都会给他鼓励鼓掌啊 对于狗狗来说 他想获得的东西 有可能是食物 有可能是玩具 最想要获得的 有可能是主人的称赞 所以称赞 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奖励 因为称赞 已经跟食物或玩具 已经 已经化成等号了 嗯 我们只是口头称赞叉 他就觉得 诶 我也 我做得很棒 训练一支搜救犬 要多久才可以去出一个真正的任命 台北市有规定 是他要通过 IRO就是 国际搜救犬协会的 A级搜救犬 A级 对 他才能开始出任务 那EVA他A级了吗 国际搜救犬他有 V级A级B级 V级A级B级 A级是中间 中间 EVA已经是 比A级还要高的B级搜救犬 B级 那除了刚刚训练的那些之外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训练搜救犬 就是还有敏捷跟体力上的训练 那敏捷的话 我们会利用一些器材 来训练他的敏捷 体力上的训练啊 我都是带他去跑步 蛤 跑步 EVA他跑得很快吗 中叔叔 我就不信EVA跑得比我快 等一下我可以看他赛跑吗 你可以跟他比比看 没有问题的 好啊 今天中叔叔 我们要开始比赛了吗 可以啊 你看到前面那个玩具没有 等一下我们以那个地方为终点 然后从那地方折返 看谁比较快 嗯 我一定可以赢的 可能哦 EVA也跑得很快哦 不要输给他哦 好 OK 我们开始吧 好 GO 啊 啊 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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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看到的是他在前面 我在前面 差不多了 啊 现在呢我们要练习一个搜救犬搜索的非常基本的一种训练 我们称之为肺叫香 让狗狗知道他找到生还者的时候他做肺叫反应 好 然后也可以告诉我们领犬员呢知道说那个受困者在哪里 所以那边就是假装是瓦力堆 对 然后是一个很基本的训练 那要什么训练 请那个红林叔叔过去躲 你负责 把EVA放出去 让他找到红林叔叔 你只要负责大声的喊出 Go Fine Go Fine 他的名字就是Go Fine 好 好 你不要再 好了吗 好了 好 开始吧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有吗 Go Fine 对不起 Yes Good Girl Yeah 红林叔叔有给EVA看到她堵进去 那EVA现在我们都知道红林叔叔在里面了吗 这样不是很简单 你我都会 不管是训练什么动物 狗狗 猫 都是从最简单的开始训练 接下来就是换很多个废轿箱 接下来就是把废轿箱移到瓦力堆上面 这是我们人类学习 就是从简单开始到哪 慢慢的去累积他的经验 然后这些是我们跟狗狗沟通的方式 所以这只是第一步而已 对 这只是第一步而已 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有其他训练要做吗 那接下来我们去另外一个场地 可以来看看搜救犬更进阶的训练 好 好吗 OK 我们走吧 今天我们要来练习一下 真正搜救犬搜索的练习状况 那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领犬员 就是红林叔叔叔 红林叔叔叔 跟他的搜救犬Rush Rush 对 来吃 市长你好 那我跟你介绍一下他叫做Rush Rush 比利时狼犬 然后他现在已经快七岁了 今天就是由他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搜索 那我们就直接来体验一下隐藏者或是受困者的感受吧 好 市长那待会你就直接去躲 那为了公笔己见 我把Rush在旁边看不到你躲在哪里 好 那 走吧 走 来 我找了一个隐秘的好地方 好不容易躲了进去趴在地上 也请红林叔叔帮忙用棧板遮盖起来 我想这样一定万无一失 我会被Rush找到了 去 去 去找 快 快 就要这么简单就被Rush发现了 看来我的功力还不够深厚啊 不过这个瓦力堆训练场有好多地方可以藏了 跟金龙叔叔商量后换他出马 找到一个更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 躲起来也遮盖好 都这么努力躲猫猫了 我猜这下Rush想找到也没那么简单吧 来 收钱 准备搜索 工作人员不用理会遣之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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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看着Rush跑来跑去 好像找不到金龙叔叔 这是绝对没问题啦 但狗狗还是把隐藏者找出来了 听到Rush的肺声 我就知道想逃过他的鼻子 没那么容易啊 Rush 走 等一下 有没有人吗 救命啊 有没有人 等一下 抱歉患者 Rush好强 真的能迅速找到受困者耶 神菌 所以他们吃饭的时候还要吃药 对 跟那个小婴儿一样 除了训练 关心收热犬的各种状态和需求 也是控犬员很重要的工作 像是现在 青龙叔叔就知道 我该吃饭了 也因为收热犬运动量很大 除了饲料外 还会添加营养保健品照顾他们 吃东西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么干 把这些食物混合 就可以准备喂食了 为什么他们一直叫 大家真的都饿了 看到食物大声的吠叫 也很迅速的把自己的粮食吃掉 等到他们吃完 把盆子洗干净收好 才算完成了喂食的任务哦 四糖你在偷懒哦 不是啊 我是在看林权源跟收救权的影片 金龙叔叔 如果有一天他EVA退休的话 那你会不会觉得很难过啊 他离开我当然也会难过 但是其实另外一方面也替他开心 为什么啊 因为其实我们台北市有寄养家庭的制度 对 然后他到寄养家庭的时候 就是百分之百就是当一条狗 他不会再做收救权 退休收 而且我们目前的寄养家庭都对我们的 退休收救权都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他到寄养家庭的时候 其实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只注意到收肋权的表现 其实背后林权源的工作也相当的重要 林权源在收救权的合作方面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收救权到灾区的时候 有时候狗不会反应 但是林权源可以从狗狗的反应去判断说 哪边有可能会有受困者在里面 那一方面在灾区也可能为了要保护狗狗的安全啊 引导狗狗去工作啊 都是林权源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那你成为林权源这么久了 你有没有什么最印象深刻的事情 我们去伊朗救灾的时候 伊朗 这是伊朗的巴姆城 当时是我的第一支收救权 而且当时我们搜索了很久 有好几天的时间 可是当时因为台湾的收救权很少 所以那时候出国只有三支收救权出去 而且三支都被派到不同的队伍去 所以一支狗狗有时候要工作一整天 可是狗狗就像是小朋友一样 他没有办法一直工作 其实我知道狗狗已经到了极限了 因为在灾区的话 就是当狗狗说这边都没有人的时候 大范围开挖的时候 其实自己的压力是很大的 那其实当时你是心里很害怕说 到底我的狗狗的能力有没有那么强 能够到 能够确认说整个场地都没有人 其实心里是有点紧张的 那有没有狗狗受伤过啊 有啊 其实狗狗在 不管是训练或是在灾难现场 受伤的机会是很大的 像伊朗去比如说 呃 花莲或是台南的 呃 救灾工作的时候 其实他身上都有 多少都有一些茶匠 现场如果有玻璃碎片 或其他的 呃 铁钉之方面的 一切危险物品的时候 我们也尽量避免带他去 危险的地方 叔叔 那你对这份灵犬的工作 有什么期许啊 其实这个蛮矛盾的 我希望我们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 但是又不希望事情发生 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 是对救难体系是有帮助的 嗯 叔叔很懂你的矛盾耶 那谢谢叔叔 今天让我体验林犬的一天 那我跟Eva也算是下班了吧 我可以跟他玩的 很欢迎啊 可以了 我们一起去玩吧 好 所以士堂 你这一次去参观了 搜救犬训练中心之后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 要跟我们分享的 嗯 当然有啊 我发现不是每一种狗 都可以把它训练成搜救犬 像是比较爱吃 爱玩 或者是比较容易跟人在相处 又很爱工作 嗯 或者是比较容易 适应环境的狗狗 都是比较容易被训练成搜救犬 说得很好耶 也因为这样子 狗狗会跟人有更多的互动 就有更多的可能性 变成搜救犬 那不知道小主播们 你们知不知道 还有哪一些狗中英雄 也很厉害的呢 呃 我要分享的是 海关忌毒犬 那他们的工作内容 就像是 比如说我们在机场 或者是港口这种 会有出关入关的地方 他们就会到处在那边问问 像是有没有违禁品 或者是走私毒品 这样的犯罪 然后台湾采用的是 拉布拉多犬 因为他们的性情比较温泉 抗干扰力也很强 所以他们是 非常优秀的工作犬 他们的贡献 据台湾的政府机关表示 他们已经抓出了 9166公斤的毒品 就是非常的多 所以他们在 把关安全上面 是非常重要的 这就是利用他们的天赋 嗅觉灵敏 来训练他们做工作 还有呢 下来我要介绍的狗中英雄呢 是导盲犬 那导盲犬呢 从字面上来看 他当然就是去带领盲人 但除了当盲人的眼睛以外 我觉得 他们也是盲人的这个心灵支柱 对 然后他们的特质 就像刚刚孟璇有讲到 他们需要有稳定的性格 就是不能乱冲啊 或是乱叫 对 然后也不能有遗传的疾病 而且需要社会化 那社会化这个部分呢 会在这个导盲犬 两个月到一岁这个时间 就会有寄养家庭 会去带领他社会化 就是需要不要 就是说看到一件事情 后面就会非常敏感 熟悉这个人们的生活环境 然后当我们这些路人 看到导盲犬啊 以及我们的视障朋友的时候 可以采用三不一问 不畏食不干扰 因为他正在工作中 那不拒绝已经主动询问 就是我们的视障朋友 需要帮忙的地方这样 那我觉得导盲犬一个 很大的贡献就是 他们把狗狗的所谓青春年华 就是正直活泼的那段时间 全部都献给了视障者 然后在导盲犬这个部分啊 台湾有六百位 需要帮助的视障朋友 但是只有五十只导盲犬 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 除了可以做到三不一问以外啊 还可以去当季养家庭啊 或者是帮助他们 或资助他们一些 可以帮助他们的事情这样 就我所知道的寄养家庭 一个部分是包含了他养大的过程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狗狗退休之后 他也是需要寄养家庭帮忙 还有呢 那其实救难犬它有分为 气味追踪犬 雪地水上原野和瓦力搜救犬 那影片中的Eva 就是这个瓦力搜救犬 那我要介绍的是 气味追踪犬 他们主要的工作其实是在 山区搜救或者是在 失踪人口搜寻的时候 会运用到他 差不多都是去寻找失踪的人 把人救出来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也非常厉害 然而我们在认识 这么多的工作犬背后 其实有一群人也非常的重要 那就是我们的灵犬员 那这也是我们 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工作了 没错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小主播 看天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小主播 看天下